除了充手機以外 還可以拿來充Apple Watch跟AirPods 因為它是可以自由選擇三種不同固定方式 包含一般的出風口夾式、吸盤式 或是特斯拉車主專用的螢幕後方式 嘿大家朋友我是阿康 隨著iPhone15開賣之後 我相信很多人應該是從iPhone11以前的機種換上來的吧 例如你以前可能是iPhone6、iPhone7、iPhone8甚至iPhoneX跟iPhoneXS 那當你這些族群換上了iPhone15之後 你絕對不能錯過一個蘋果從iPhone12就推出的功能 叫做MagSafe磁吸充電 MagSafe磁吸充電最大的好處就是可以磁吸直接充電 讓我們充電的時候不用再找線材 不用再拿線材去插孔 讓我們整體使用的方便度都有超級顯著的提升 而且也最大程度的降低我們對線材的需求 只要你是有使用到支援MagSafe磁圈的保護殼 和一顆有支援MagSafe磁吸的行動電源或充電器 你就可以體驗MagSafe磁吸充電的爽感跟快感 你可以看我就這樣貼上去 它就自己幫我充電了 而其中MagSafe磁吸充電方便度提升最大的一個地方 就是在我們的車上 我相信大家在車上使用車充都有這種經驗過 就是你上車之後你要對準那個無線充電槽 或者說你還要拿車充的線 再往你手機去插放到你的車架位置 然後你下車又要再去拿車架再拔線 其實算是蠻麻煩的啦 如果今天你使用的是一個MagSafe磁吸車架 你就上車之後把手機吸上去就好了 下車也一樣輕鬆拿起手機就走 那個爽感跟帥感就是滿分喔 但問題來了 現在市面上所販售的MagSafe磁吸車架算是白白款 到底該怎麼選擇呢也是一大學問啦 別的不講光是市面上的車子品牌就超級的多 煤台車它的冷氣位置跟出風口可能又都不一樣 特別如果你跟我一樣是特斯拉車主 你在找冷氣車架真的是非常的麻煩啦 所以今天要跟大家開箱以我們老朋友 貝佳能所推出的一款 全新MagSafe磁吸充電車架 叫做Omnia X MagSafe無線磁吸車用充電器 這款車充可以說是我目前看過 最完整最完美的一個車充 首先我們從外觀來看 Omnia X的機身融入金屬的質感 而因應貝佳能是來自美國洛杉磯的品牌 它的配色選擇就是加州的曙光晶 可以展現出低調的奢華感 而它這個充電器 黑化的半透明面蓋下面 還可以隱隱約約看到內部的充電磁圈 使用起來真的算非常有科技感啦 那它的優點在哪裡 第一個優點算是非常的浮誇 就是多合一的充電 對有沒有聽錯 就算它的名字是MagSafe磁吸車架充電器 它能充的東西不只是我們的手機而已 貝佳能的Omnia X MagSafe車充 除了充手機以外 還可以拿來充Apple Watch跟AirPods 算是一個非常厲害的設計 等於說它就是果粉專屬的一個車架 我們可以把Apple Watch或是AirPods 放到後面的這塊空間就可以充電了 對於有配戴Apple Watch的族群算是一大福音 因為Apple Watch來說它續航不太好 這個缺點算是眾所皆知啦 除非你帶到是Apple Watch Ultra 不然你帶標準版的Apple Watch 基本上你一天都要充一次電 等於說你外出兩天一夜以上的旅行 你都一定要再帶那個聽診器的充電器 你需要多帶一條線才能幫你的Apple Watch充電 那當你今天車架選到貝佳能的這個 Omnia X MagSafe車充的話 你開車出去玩個兩天一夜 甚至更久的時間 你就都不需要再帶這個Apple Watch充電器囉 因為你在邊開車邊旅遊的時候 你就可以把你的Apple Watch放在後面補電了啦 我覺得光是這一點呢 只要你本身是一個國粉 你有Apple Watch 你有iPhone 貝佳能的這個Omnia X MagSafe車充 就值得你去入手了 而再來它的第二個優點呢 就是它近乎支援市面上所有的車子啊 如我為它也提到了 市面上的車子品牌白白款 每個車廠的品牌又有各種不同的車型 所以很多車架它是會挑車子的 但是挑車這個問題呢 基本上不會發生在貝佳能的這個Omnia X MagSafe車充 因為它是可以自由選擇三種不同固定方式 包括一般的出風口夾式啊 吸盤式或是特斯拉車主專用的螢幕後方式 而且如果是特斯拉車主啊 你就選用它的專用支架 你不用的時候還可以藏到我們的螢幕後面 雖然是可以維持我們特斯拉車內極簡的風格啦 所以選到它呢 你也不用擔心挑車的問題 而第三個優點呢 也是果粉很在意的一個優點 那就是它的充電功率 貝佳能的Omnia X 採用最新的汽吐充電的技術 真正正正跟原廠一樣15W的最高充電功率啦 目前市面上非原廠的MagSafe充電啊 雖然說有動畫跑出來而已 但蘋果只給你開放到7.5W的充電功率哦 而且不要忘記 就算你使用到蘋果原廠的MagSafe充電器 或是有使用MacBook MagSafe認證的充電器 你也是要接線才有到15W的功率啊 你單純吸上白色的這個MagSafe行動電源 就算它是原廠的 也只有支援到5W而已哦 來各位我現在做功率的測試哦 我就是先接一個有支援30W以上的充電頭 然後接線出來 到這個原廠的MagSafe充電器哦 照樣我來講 這樣子是可以達到15W快充的 可是呢 我們這樣吸上去 它其實目前啊 因為我的電量還算高哦 它大概呢 就是跑到 7.5W上下而已 那我們再來測試貝加人的Omnia X MagSafe充電器 它的功率是多少哦 來各位 我現在接上的是貝加人的Omnia X MagSafe車充哦 你可以看呢 充電功率可以到12W啦 但你可能會納悶為什麼沒有到15W 原因就是因為我現在的電量呢 算是比較高哦 達到84 如果電量現在比較低的話 它是完全可以達到15W的啦 來各位 為了最後每測試 貝加人這個Omnia X MagSafe車充 有沒有辦法到15W 我把我的手機電量呢 耗到剩下18%了 我現在就直接吸上去 然後讓它跑充電功率 耐拿現在瞬間超過7.5W 8W 9W 10W 會不會繼續往上呢 會不會繼續往上呢 15W 那其實就足以證明啦 貝加人的Omnia X MagSafe車充呢 它確確實實是有超過 一般無線車充7.5W的能力哦 你看現在非常誇張 電量很低的狀況下 竟然可以跑到18W 那大家可以看到 我現在電量已經到了21%了 它整體的快充功率呢 就有稍微往下掉 剩下12W 13W 現在掉11W而已 我再做一個實驗 就是我把下面這條線 給它拔掉 一進到底哦 拔掉 然後呢 接上我們的iPhone 再來看我們的充電功率 來確定這個充電功率是正確的 沒有造假哦 同一組線材呢 直接接iPhone有線充 就可以達到26W的快充 結論就是這顆貝加拿的 OMNIA X MAX F車充 確確實實是有達到15W的充電能力哦 雖然我們客觀來講 不管你是5W 不管你是7.5W 不管你是15W 都不算快 但對於你在車上補電啊 7.5W到15W這個區間 其實還是算有感覺的啦 而它該有的安規保護機制也都有 例如什麼過溫過載過充啊 那各位 以溫度來說呢 我充了一陣子啦 最高大概就是37-38W左右 當然這個溫度算是蠻合理的 我們要想一下 這隻iPhone 15 Pro Max比較偏熱哦 那再加上其實我們在車上啊 使用車充多半都是對著冷氣口啦 大家可以看 我充了一段時間 從20%充到27了 它的溫控算是還不錯哦 整隻手機算是沒有過熱啦 因此一樣 就算電量充到28%啊 整體的充電功率算還滿不錯 但是我依然有12-13W左右 並沒有因為它過熱啊 降低它的充電功率 而且再強調一次 這是我在室內的環境哦 如果你在車內啊 你的車子是夾在冷氣出風口的話 那整隻手機更不會有熱的問題啊 ESMI、FCCC、Rose、NCC 通通都有 系列上面的也是非常強悍 不怕你開車會掉落 絕對稱得上是一個完美的車充產品啊 哦對了 貝佳的這個Omnium X MagSafe磁吸車充呢 它還有一個小巧思 如果你本身是貝佳的Pro-X系列使用者的話 不要忘記哦 它是可以反向充電的 也就是說呢 你可以把這個MagSafe行動電源啊 直接吸在這個車充上面 幫它堵電啊 貝佳算是大大造福我們這些舊友的老客戶哦 而為了很常需要在車上充電的族群呢 貝佳也推出85W的車用快充 這個充電筒呢 本身是兩個USB Type-C孔 跟一個USB-A Type孔的設置 每個孔位都有標示 PD3.0跟QC3.0的充電協議 插上車充電器呢 就可以完美供電給車上各種充電設備啊 算是可以打造車上的萬能行動充電站 甚至我們可以講誇張一點啊 貝佳靠的這些產品呢 算是開啟自己的MagSafe充電生態鏈哦 所以總假說呢 如果你想找一個完美最好用的車充 那貝佳的Omnium X MagSafe 車充套組 絕對是目前市場上 綜合規格價格最強的一個車充產品 你光是算一下 如果你要在蘋果原廠啊 買一個MagSafe充電器 再買一個車架 車充 還有你的Apple Watch 還有iPhone 需要在車上充電的充電線 那個數字呢 都遠遠超過貝佳人 這個Omnium X MagSafe 車充套組的價格啦 因為它一組就可以把我們的手機啊 手錶啊 還有我們的耳機一起充電嘛 而且它的同步支援貝佳人 自家的Proto X MagSafe 17 行動電源 當你選到貝佳人這款 Omnium X MagSafe 17 車充套組 你絕對可以讓我們外出開車的時候 不用擔心忘記帶任何的線材啦 讓我們這些車主啊 在邊開車的時候 就幫我們所有的設備充滿電了 甚至講誇張一點 當你車上備好這些套組之後呢 你外出旅行也不需要帶什麼線材了啦 通通在車上就可以好好充滿 簡單來說呢 就是讓我們盡可能的 不要被各種線材再綑綁啦 那賣場與阿康粉絲專屬的優惠折扣碼 就放在下面輸出欄留言處 有興趣的人呢 再出去看看吧 那專屬表演對你們按讚 分享 訂閱看看我的小鈴鐺 才能收到外公的iPhone 更多的3C產品 還有更多特斯拉相關的影片通知囉 那我們就在下面見啦